除了抓钱猫盒里的财富 宋先生说自己和家人还出见 过路金锁 你我蛋 聚财猫 团代网 小牛在线 九富 五十一帮你 新新代 汇银金服等12个平台 未来网www.k618 CN中央新闻网站 北京7月25月 点击着马慧娟 点击记者朱延生 我以前都没被雷过 进入7月 接连被雷了5次 现在远都麻木了 7月23日 宋先生出借的广州里的 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下简称里的财富 爆雷 加上出借给100金融 五十一帮你 抓钱猫 投荣加四家 P2P理财平台的金额 宋先生全家共计损失18万元 全家宿口 18万元拿不回忆 对P2P失望 Diff抓钱猫是我老婆投的 投了9万元 李德财富是我爸妈投的 我代版的 总共5.5万 宋先生认为 想比教育抓钱猫 李德财富的利息更高一点 因为李德财富有一个第三方返利活动 于是我在网贷之家注册 成为李德财富新用户 返利了大概一二百元 除了抓钱猫 和李德财富 宋先生说自己和家人还出借 过路金锁 你我蛋 聚财猫 团大王 小牛在线 九富 五十一帮你 新兴蛋 会迎天服等12个平台 我投的都是三到六个月 短期产品 去宋先生介绍 除了自己 还有自己的父母 妻子也都是通过参考 网贷之家 选择P2P理财产品 目前在各个平台投的 合起来大概有八十万元 2015年7月 宋先生和爱人 为了赚点零花钱 一起试水将前出界 给女人带P2P理财产品 因为我是在国企单位做财务工作 对理财有一点点基础 就看上了网贷 宋先生说 一直都没出过问题 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宋先生挑选的P2P理财产品 都是实力比较大 背景比较强的企业 考虑到年底资金比较紧张 宋先生想着年底前就把资金撤出来 结果没想到这一波暴雷来得这么快 以前 没有网上的平台 很多都是资人办的借贷公司 在网上也不是很有名 有的是给老人家送米 送油乎用 老人家去把钱借出去 宋先生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做P2P理财 也经常交流 当时我还嘲笑他们 出借给这样的借贷公司 公司什么时候跑路了 就等着哭吧 但没想到 现在我也遇到了这种状况 我觉得P2P是没错的 对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来说 像银行借款很难 但现在对宋先生来说 自己对这个行业已经失望了 如果借款能收回就全收回 不会再投P2P了 DUF7月23日 P2P品牌里的财富在其官网发布 关于里的财富相关情况的公告 下称公告 趁平台部分项目预期 实际控制人证验分目前暂时失联 据里的财富官网公告 目前 平台网站APP会保持正常运营 保持期限 充值 还款等功能正常 平台不再发新标 不再新增业务增量 将尽快成立工作小组 对平台资产和业务进行盘点 与借款人联系沟通期间还款 并尽快将质押物处置变现 与之前爆雷的抓钱猫P2P平台不同 里的财富 是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副会长单位 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单位 也是广东省玉器商会副会长单位 他曾跟陆金所 有力王等平台一起 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正确报联合发布 的P2P老袋评价体系 评定为A级平台 并在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正式灌牌 股权代码为668346 在网站好业网站上 里的财富的口碑也比较好 获得89%的好评 并还在透明度排行榜的前十 据里的财富官网注写 截止7月24日 里的财富累计成交金额达84亿元 但收金额达13亿元 并写着安全运营4年330亿间的字样 自6月16日唐夏生跑路 P2P行业的雷潮潮 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期间超过百家平台接连爆雷 专家整顿P2P要避免一滚就死 一方就乱 P2P的出现改变了之前线下高利贷的不透明 但P2P依旧是披着互联网金融马甲的高利贷 肯定会以利劳熟使坏了互联网的一锅好汤 经济学家 著名财经金融评论家余峰会认为 国内P2P的诞生存在先天不足 不足就要整顿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整顿渗入 包括引进第三方资金存款 互联网P2P慢慢开始规范起来了 但余峰会认为 国内的运动是整顿 却带来了风险 余峰会认为 金融是属于特殊 不应该有一点风吹草动 一个健康的平台 如果大家造谣 收平台出问题了 大家马上就会提款 挤兑 让他马上就关门 让资金链断链 现在的P2P存在一管就死 一抱就乱的问题 但有乱不要怕 余峰会认为 乱 谁在乱 违法企业在乱 谁违法 谁的孩子 谁抱走 整顿必须要让他慢慢松 维护现金流 资金流 让对付上先不出现问题 慢慢的向高息降下来 慢慢对付客户 慢慢合规 余峰会认为 P2P理台平台前期是高息问题 但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都是整顿出的问题 我们现在金融整顿 金融严监管 本来是为了防范风险 实际上自己造成了风险 P2P云先一空而起 线下的高利贷转到了线上 本身就有问题 而有些企业 那些高管 发起人没有多少的金融知识 只看到眼前 以高息为幼儿 摸住了出借者追求高息 多高的利息都敢承诺 这就造成了2013年底到2016年 P2P企业从200多家上升到了4000多家 出借者的风险意识往往也不高 往往看中了高息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人是要把你的本金都吞掉的 到时候不带你的高息 拿不到了 本金也收不回来 余峰会提醒广大民众 一般的P2P理财产品 回报率 在15%就是极限了 如果高于15% 那都是要吞你本金的 而对于选择什么样的P2P理财产品 余峰会认为 如果不是大型的IPO企业 国有企业和大型互联网企业背景 一般都不要去投资 国资背景好办 投资者维权 就去招国有企业 因此监管部门有一个重要的责任 就是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 要一直提示 一直提示 告知大家有风险 理财就有风险 资深网贷投资人 理财规划是六四令认为 要分散投资 不要把所有的钱投入网贷 要做好资产配置 基金 网贷 银行 理财 房子等 根据自己的理财能力适当投入 要学习理财 提高财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